不過在今天我們還是要持續帶你來看 我們持續帶你來觀察的是 在中國大陸這一次大規模的 拘捕台灣分析師的這個事件 其實我們觀察到 它不僅只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它是中國大陸在整頓上海灘金融 其中的一根稻草而已 包括在今天有最新的消息 在千和一背後的上海灘金融風暴 在今天最新消息是P2P 大陸的P2P一哥 他說我也不玩了 好 這個一哥 這一家公司非常非常重要 是叫陸金所 那為什麼陸金所非常重要 陸金所是中國做P2P平台 最大的一家公司 更重要的是什麼 陸金所背後的股東是平安保險 中國第二大保險公司 那陸金所本來去年要在香港 要股票掛牌的 結果它沒有掛牌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 它是非常大 而且在中國做P2P這個 就是我們必須要講 中國的這個P2P業務 本來是被認為是他們金融創新 網路創新很重要的代表作 現在結果一哥的P2P不做了 而且這家公司是準備要上市 它要上市之前 它準備要上市的過程裡面 它居然講說 它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業務 它不做了 你就知道說 看起來好像發生了一個 很嚴重的事情 好 它為什麼不做呢 據說中國正在嚴打 那中國為什麼嚴打呢 因為動不動就有人上訪 好 那怎麼得了 這個管理他們就要先放後管 因為中國主要來做P2P的平台 你知道有多少家嗎 有5000多家 打到現在剩下幾家 剩下1000家 然後現在老大說不完了 那就是整個大概80%的P2P平台 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產業幾乎都要掛點了 你知道嗎 可是全世界做P2P 不是只有中國做 歐洲跟美國都做得好好的 只有中國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說 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各位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太多的大陸的這些中產階級 都被P2P騙了 就是一大堆騙子 混在這個行業裡面 結果造成了一般的人民 虧錢 血本無歸 動輒可能都幾百億人民幣就倒了 那倒了以後就上訪 結果就造成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是什麼 是東莞 可是被人證明是之前在北京 對 北京 這個是我們是在之前 在北京的上訪 所以這個金融難民的這個事情 在去年連BBC都在報導 所以歐洲人都很關心說 哇 中國這個金融這樣亂 搞成這個樣子 會不會動搖國本 整個系統性風暴會因此發生 到底什麼是P2P 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P2P就很簡單 就是網路借貸 我們一般借錢都是去銀行借 那銀行借的話 所以這個存 我們去銀行存錢 又去銀行借錢 那他們說 你不用去銀行 去中間化 那大家怎麼樣 我們在網路上 阿關 你把你的錢存過來 存到我這裡 我來跟你借 所以我直接把利息付給你 中間沒有一個中間 中間就是一個P2P平台 然後還去媒介這兩天 所以我們盡量把整個成本壓到最低 Zake我根本不認識阿中哥 但是透過這樣一個平台 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錢 借給阿中哥算取利息 但是當阿中哥跑了之後 越來越多這樣的阿中哥 或越來越多的平台 掛掉了之後 那就有很多的受害者 沒錯 那這些受害者就變成是 政治的一個壓力 對政府來講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好 我們剛剛也談到 千和義事件 其實只是上海整頓金融其中的一個雷而已 其實上海一直在爆雷 政府不斷在整頓 那六月份我們大家看到 我們大家 我們過去手機上都會有的華爾街見聞 這個APP軟體突然一夕之間就不見了 各位 我們可能晚上10點鐘還在查資料 隔天早上 突然之間他就被下架了 就被下架了 那據說就是因為在中美貿易談判中間 他有很多的言論是不被官方所允許 中共政府就啪一個就把他整個封掉 到今天為止都沒有 而且你要找的資料裡面就空的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 而且這個華爾街見聞是 很多海外華人都在看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海外的人都知道 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情 好 那除了這件事以外 那最新還有一個更大條的 是工商銀行上海的這個行長 居然也被查落馬了 工商銀行很大 上海行長 中農工艦好不好 工商銀行是非常四大行之一 而且這個叫顧國民 他在這個工商銀行 幹了行長幹了多久 他幹了17年 他做了17年 而且工商銀行的董事長 今年年初才高升去證監會當主席 結果工商銀行先是重慶分行被查 接下來就工商銀行的上海分行被查 所以讓大家都覺得說 這事情不單純 應該不只是金融管理的問題 好像後面有一些政治的鬥爭 好 但除了顧國民之外 我最近聽說很多大陸的私募基金老闆跑了 而且跑到什麼程度呢 據說那個私募基金老闆都跑到香港去 所以經常在飛機上他們碰到 他們都有暗號說 你也是去香港 據說這樣他們就知道了 所以好多的私募基金瞬間消失了 這些私募基金公司的老闆跑了以後 他旗下管理的基金 動輒都是一兩百支 所以這些受害者又冒出來了 所以你就看到說 整個金融圈 一個雷一個雷的引爆 對 你感覺的好像是 這個政府 習近平的這個政府 跟江澤民的他們原來 因為上海原來就是江系的人馬在組長 顧國民也被懷疑說 他們過去是不是跟江澤民有關 那所以這些江系人馬 能跑的就趕快跑 那本來以為自己隱藏得很好的 這一下看看不對了 也跟著就跑 一個一個拼就對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叫吳曉暉 吳曉暉啊 吳曉暉 那這個吳曉暉是真的是太子黨 紅二代 為什麼 因為他娶了三個老婆 這個人太厲害 他是溫州人 我來看一下他很厲害 娶了三個老婆 但不怎麼帥啊 他不需要帥 他老婆厲害就好了 他髮性有點後面 好 第一個 他的第一個老婆是溫州市委的 這個女兒 他再娶了這個浙江省副省長的女兒 再娶你不知道娶了誰了嗎 鄧小平的孫女 這個就厲害了 對 娶到鄧小平的孫女就厲害了 是 然後到省 然後到中央 結果你知道嗎 他最近被宣判了 判了18年 他被抓起來了 對 他查封他的財產 查封了多少 108億 上百億人民幣的財產 你就知道 這個事情絕對不單純 那他為什麼抓他呢 因為是紅二代 因為代表了江系的人馬 那你的整個背後的這些人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抄出來他什麼事 2015年中國是不是股票崩盤 據說他是發動者 動搖國本 他們可以把股市搞崩盤 對 那所以你就知道 那這個集團的力量也太大了 今年是中國建政70週年 是不是要維穩 怎麼可以允許這樣的人 繼續存在中國的社會 所以之前很多人說 2015年 入股的大崩跌是金融政變 沒錯 傳言屬實了 所以在中國的社會 對於金融 你必須靠著政治的眼睛去看他 好 最簡單來講就是 其實楊時光也好 或者是千合一集團 最因為會扯上 這些所謂的金融整肅 其實是因為整個上海灘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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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在引爆 他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個雷 但為什麼他們會不斷不斷的引爆 這也代表政府要整頓金融的決心 據說呢 大陸的金融亂象很像過去的台灣 其實我們常常在講炒股 阿關你怎麼會叫做炒股 不知道嗎 你炒菜的時候 是不是要炒到色香味俱全 是 對 如果你那個菜炒起來不香的話 誰會去買你的菜 所以股票也是一樣 台北我在民國六四年加入台北股市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六十二檔 到現在一千七百多百 六十二檔應該很容易炒吧 很容易炒 那時候只要登在兩大報的頭版頭 那一天就是整天版 那等於就報名牌的 所以那時候是整個所謂的上海幫 那時候上海幫 國內有什麼上海幫 山東幫 他們在炒的 因為台灣人不懂股票 股票是從上海搬過來的 那他只要前一天知道 明天的頭版要登誰 前一天先去買就可以了 不是明天的頭版要登誰 是你要請記者幫你登誰 所以你要錢要付給記者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明天會登誰 你已經預知明天的報紙的頭版了 那你不就賺翻了 不是有一個電影這樣講嗎 但是算法也不會付 算法當然是不會有 一開盤就這樣翻也沒辦法 永遠是資訊不對等 然後到了六十幾年七十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散戶就進來了 因為那股票是太好賺了 太好賺以後就開始有所謂的炒作 那炒作的話就是一個圈子一個圈子 一個作手 炒作 我記得在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 九二四崩盤 因為股票漲到那一天 中秋節的前一天八八一三點七五 最高點 郭婉榮事件 那一天你知道有兩檔股票 一檔坐船的叫義航 一檔坐船的叫長榮 長榮的收盤價九十六塊五 義航一百二十八塊 憑什麼義航要比長榮貴這麼多 是嘛 你就是太理性了 所以你不可能去買義航嘛 你賺不到義航的錢嘛 你知道在炒作的過程裡面 那時候的老師怎麼講嗎 我跟你講 義航只有一條船 那長榮海運有九十六條船 所以義航乘船的機會 比長榮海運少太多了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義航股本又小 然後他乘船的機會少 所以他就可以 他的股價高過於長榮海運 這當初你這想都想不到了 但是我們講炒作炒作 炒作一定要有 有這種怪理有炒到 只要有人相信就好了嘛 對不對 然後在炒股票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前幾天不是講說 颱風炒到兩百五十七塊嗎 那你怎麼下車 你主力怎麼下車 有一檔相同的 比如說工礦跟龍林 就把它拉過來 然後工礦說 我跟你講 現在有一個颱風 你要不要買 有一個龍鳳雙雕刻 鳳就是颱風 還有一隻龍啊 龍鳳 龍鳳雙雕刻 那颱風在國內的土地比較少 龍林是很大的 龍林我如果到兩百多塊 你不要嫌跪喔 因為龍林在全台灣省 有二十三萬多坪的土地 你買一股等於你在擁有 台灣某一個地方 有一坪的土地 聽得到嗎 聽得到 很好嘛 所以我們常常講炒作炒作 有題材 炒題材 沒有題材 找題材 一定有料有莫 什麼叫有料 基本面嘛 我們常講基本面嘛 有一次我開車 經過台南的鹽水 看到一個招牌 花枝意麵一碗二十塊 我當然停車來吃啊 花枝意麵一碗二十塊 有夠燙嗎 對啦 台北生活 一個意麵就要二十五塊 花枝意麵二十五很燙 一個送來說 怎麼沒有花枝 用老闆娘名字叫花枝 那他代表他就是沒有料 那他有夢 有夢最美嘛 我一定要畫一個夢 什麼夢 獨佔 在十五年前有一次 有一個聚會 一個某公司的董事長 劉美的博士當董事長 夠厲害了吧 厲害 然後請十六桌 包括我們這些分析人員吃飯 他拿到了什麼 拿到波音的安全帶的扣件 的認證 夠厲害了嘛 波音公司嘛 獨家 台灣只有他拿到 我記得那一天的股票 是一百六十幾塊 他說明天開始 要十支 哇 第二天很多人都跳下去了 十支他還可以算到 爭情榜 結果我是比較保守的人 我那一次沒有跳下去 結果後來 後來那家公司差一點倒掉了 我也曾經在有一個立法委員的公司 做什麼 做紫尿部的 請我跟某一個人 在來來的樓上 先頂樓 以前叫做俱樂部 在那邊吃一碗牛肉麵 結果第二天就買股票 吃那個黃魚啊 黃魚麵 吃牛肉麵嘛 結果第二天股票就買啦 保證賺了 你怎麼不買 你一定買嘛 對不對 跟你講保證賺了 立法委員跟你講 你一定買嘛 買了以後 你知道那一碗牛肉麵的價格多少嗎 我虧了兩百多萬 所以那一碗牛肉 那一碗牛肉麵兩百多萬 算帥的啦 要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你會很聰明 所以其實在股票市場裡面 當然台灣在過去有很多的亂象 我在這邊也要跟所有觀眾朋友 報告一下 我們昨天有講到 陳立豪老師的一個故事 今天他特別打電話過來 他要求我們要澄清 第一個他說他沒有賣過菜刀 那我們是根據古董章回憶錄裡面寫的嘛 他說他沒有賣過菜刀 說什麼要怎麼說 不要再以耳傳耳了 古董章為什麼要這樣講 古董章跟他有一些金錢糾紛 有一些恩怨情仇啦 所以古董章那時候寫古董章回憶錄的時候 就是把那些人一個一個抓出來 然後就修理嘛 那這個中間我們也沒辦法求證嘛 所以昨天 今天陳立豪老師特別打電話過來 他沒有賣過菜刀 第二點 就是說我們有講過 他後來是因為他沒有分析師執照對不對 其實那個時候是不用分析師執照 因為證管會的規定是在95年到96年 你所有投顧從業人員你要公開分析股票 一定要有分析師執照 所以後來我們這一批人 就全部去考分析師執照 所以現在陳老師他有分析師執照 不是沒有分析師執照 他現在也還在職業之中 當然也對他的首屬的公司 叫做亞太證券投顧公司很抱歉 造成你們的困擾 所以今天在這邊非常鄭重的 跟陳立豪老師跟亞太投顧公司 說抱歉 對不起 好 所以大陸股市呢 其實有很多亂象 跟過去的台北股市 我們曾經走過的路走過的軌跡 就如同被複製一般 那麼未來到底上海灘的整個金融整頓 還會爆什麼雷呢 我們會持續帶你來做關注 這次回程的電話 我們下一個月的電話 是為了 是在祝用的電話 也會在祝用的電話 然後在祝用電話 也會使用電話 就像個電話 在祝用電話 快點 感谢观看